八岁那年,我在饿得发慌的时候守着一家首饰铺子,看准时击报了一个贵妇人的裤脚。 这么做下场一般有两种,碰到心善的,能得十天半个月的饭钱,碰到心不善的,嫌你埋态,那吓人婆子过来就是一顿打。 我出奇的幸运,碰上了正在做膳事给儿子积福的萧夫人,她直接把我带回了府。 萧老爷是个二品大员,府里是我没见过的富贵。 最重要的是,这里哪怕是个粗食丫鬟,中午都有一婚一素的饭食,连衣服都是一年四季换新的。 我打四岁,开始在街上溜达,连小狗碗里的石都抢过,冬天最冷的时候,靠着一把一把的血材,勉强活到这么大。 街口的瞎子给我算命,都说我注定孤寡一生,能活过十八岁都算命大。 可现在,我居然过上了吃穿不愁,还能挑剪漂亮衣服的日子,小妇人在我眼里,简直比庙里的菩萨还像菩萨。 但我知道,我最该感谢的是府里的二少爷,尽管其他人背地里都议论他是个傻的,七岁了,连一句话都不会说。 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在我禁服那天,冲我啊了一声,喜得萧夫人真的把我当成了福星,直接把我收在身边做了大丫鬟。 大丫鬟代表着,我不仅有最多的月前,很多人的奉承,还能时时刻刻陪在萧夫人身边。 而萧夫人,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人。 他会给我起好听的名字,说我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不如就叫繁星,还会捉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教我怎么写。 他说我年纪太小,还做不了什么事,就打发我去替他盯着府里的小姐上课,却同先生说给我多设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门口听。 明明他捡我回来的时候就知道,我只是街头一个卑劣又下贱的乞丐,但他还是愿意偶尔温柔地抱抱我。 其他嫉妒我的人经常明里暗里说那只是为了二少爷祈福,我不过跟庙里烧得香,一个作用。 但那又怎么样,那份温柔我真真切切地享受了,一个人孤单长大的小丫头,头一次有了吃饱以外的妄想。 我只是偷偷在心里叫娘,应该不算亵渎这么高贵的人吧。 连带着,我对着二少爷也格外有耐心,毕竟没有那一生啊,我最多进府做个外怨的小丫鬟。 二少爷的脾气很古怪,谁同他说话,他都是只看着地上的花草或天上的飞鸟。 只有夫人叫他的时候,他会看一看夫人,但也仅此而已。 夫人生养他这么大,没听他叫过一生娘,这份遗憾,就算对着我这么个小丫头,他有时也会忍不住嘟囔。 为了解夫人这个遗憾,我拿出了混街头的全副看家本领,斗曲曲,斗公鸡,唱小曲,提影戏,闻得舞得,都试了个遍。 纠缠的时间久了,我成了萧辅第二个跟他说话他会看着的人。 好日子总是不经过的,我只是买糕点哄二少爷的路上,又遇见了那个瞎子,他就装大仙一样,对我说,小丫头,偷来的好日子是要还的。 我呸了他一口,却呸不掉萧辅如山道一样的颓势。 不过五日,萧老爷就从二品大员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贪官,偌大的府邸,砍得只剩二少爷这个九岁的独苗。 祸不及十岁以下的幼童,是大昭力国企的规矩。 夫人临走前,只来得及匆匆把一个小金钉藏进了我的发包里,笑着对我说了句好好过日子。 原来大家族清灭前,都是有预感的,这个预感让夫人再出事前放了所有下人的奴级。 可是这么好的夫人,也留不住贪婪的人心。 所有人临走前,都在一寸一寸地翻看,想着抄家,或许有什么没抄干净。 没有人在意是萧夫人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自然,也没有人在意萧如亲这个傻子一样的二少爷。 我摸了摸发包里的金钉,无声无息地牵走了他。 无父无母又长了那样一副芙蓉面低小孩,不分男女,等恶人起了心,都没有好去处。 二少爷依旧是那个万事不入心的二少爷,我不怪他,但我想他记得夫人。 那么好的夫人,这世上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于是我带他去了刑场。 我找了一个角落,没有让夫人看见。 他大抵不愿意让二少爷看见自己行刑的样子。 但我想赌一赌,哪怕是上坟的时候,夫人能听见那一声娘。 至于这么做的孽,到了下面,夫人要打要杀,我认了便是。 星红的血铺满眼帘的时候,二少爷没有动,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就和看那些花草飞鸟一样,表情没有一丝异样。 说不失望是假的,但悲伤短暂地淹没了我所有的情绪。 我哭得撕心裂肺,为夫人,也为自己。 这世上居然只留了我这样一个毫无用处的小丫头为她哭嚎,为她清明寒食祭扫。 而这个小丫头,堪堪过了两年人过的日子,老天爷就在一次轻易夺走了她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 直到我用夫人留下的那个金钉打点了不快,给萧家满门收拾下葬的时候,我的二少爷才像大梦初醒一样,对着满墓园的坟山发出尖锐的嚎叫声。 然后如同一只受伤的小兽,抱住夫人的墓碑无声落泪,我走近,听见的是一声声从低到高的母亲,仿佛一个初出学说话的幼童,土字从模糊到清晰。 萧福几十条人命,到底是敲醒了这个一直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 我也终究是赌赢了,全了夫人一个小小的遗憾。 那一年我十岁,她九岁,小小的我要养一个小小的她。 所以我们远远离开了京城,这里会戳伤疤的东西太多了。 这里两个小孩子要活下去也太难了。 临走的那一天,二少爷小声叫了我一句,他唤我。 阿姐,从此尽管山长水远,前路多尖,索性,我又有了一个亲人。 临风镇是个好地方,民风淳朴,物产丰饶,我凭着夫人和萧甫学堂教的学问,顺利在一家绣庄做了帐房先生的学徒。 工钱虽然不多,也够衣食着落了。 如亲不让我再叫他二少爷,但他毕竟是,所以我不愿意让他也出去做工。 我发现,他偷偷在做酒楼跑堂的时候,他已经能熟络地在店门口张罗各路熟客进门,一点都没有在家一天都不言语的样子。 我伤心地第一次抽了他竹棍,萧如亲,你爹是大招,最年轻的状元,你娘是京城闻名的闺秀,你怎么能,怎么敢去做跑堂这种迎来送往的营生。 我没说的事,就连我,都不敢再耍街头那一套,生怕姑父夫人教了我这么多东西。 她只是任我打,一句也不辩解,末了才滴滴说了一句, 阿姐,我想读书,很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自然是很贵的。 不说书修书本,就是日日要消耗的纸张,一打也够我们吃好几日的饭。 我却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才是夫人的孩子,是我错了,还把她当从前那个傻少爷。 既然她想读书,就更不该再赚钱这种事上,费心,我辞了绣装的活计。 走进了镇上最有钱的李源外家,当初摆在我面前的活计有两份,一份是绣装的账房,一份是给李源外家的小姐做半读。 做下人的,总有一份忠心的吃,我原打算这辈子不再入别的府邸,但线下也顾不得了。 林丰镇像我这样识文断字,又愿意做半读的姑娘,基本没有,所以李家给的报酬很丰厚。 我把如亲送入了学堂,也再一次把自己送入了后宅。 这世上的后宅从来都是萧夫人少,李小姐多的。 李如是个典型被宠坏的富家小姐,她一定要找个读过书的下人, 不过是去京城的时候,丫鬟出了丑,招了那些名门闺秀的嘲笑。 其实不过都是些八九岁小孩的玩笑话,她心里就是过不去,一定要找个懂学问的。 李家也不是没想过从京城买县城的,但他们虽是临风镇的首富,在京城却不太够巧。 李夫人本想买我的身器,我引了在萧家的经历,只说自己也是出身京城读书人家, 她家还没有人做官,张扬不起,这才作罢。 去李小姐院里那天,她围着我转了很久,你真的是从京城来的。 没有骗我,我安静地点了点头,她伸手往桌上一纸,那就先抄书吧, 让我查验查验水平,就这么点书,不至于还会抄错吧。 我提醒你,纸墨可是很贵的,浪费了我饶不了你,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哪里是想找半毒,这分明是把我当成了那伙贵小姐的替身,折腾不了贵人,便要拿我撒气。 我原以为我能用我的圆滑和生存智慧过了这道坎,却忘记了她还是个孩子。 不是我这样吃百家饭长大,需要看眼色才能活下来的假小孩, 而是一个真真切切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姑娘。 所以,她不用顾忌大人才会考虑的名声归欲, 也听不懂我话里暗示的那些大家大足挑媳妇的条件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很单纯地凭着自己的本心做事,那就是针对我。 起初还打着考核的名义暗地里来,十日久了,也不见我辞工, 她小小的脑袋也明白我是缺钱的,便不满足于此。 小孩子的恶事如此简单直白,不让人疼,怎么能叫折磨人呢? 好在那些伤都是暗处的,袖子遮一遮,领子挡一挡,如亲看不见也就没关系。 人啊,没人心疼的时候也就不矫情了,反正换了最初的时候,想用一身伤换盾,饱饭都没机会。 如今我换来的,可是比一顿饭宝贵得多的东西,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文曲星,亮得一个小小的临风阵,根本装不下她。 她爹是大招最年轻的炭花狼,她也许会比老爷更厉害。 起码李如自从无意中见过她,对我的态度就突然诡异了起来。 那是一个午后,如亲跟同学买纸笔,路过李府。 就让人叫我出来说了两句,她怕我在李府被人欺负,不是第一次刚巧路过了,就这次偏偏被李如撞见了。 她有那样出众的爹娘,自己自然也是极出众的,才十三岁的年纪,就有了些许芝兰玉树的味道。 李如是个急脾气,如亲走了没有一刻钟,就试探着问我, 樊心,那真的是你弟弟吗?你们长得也太不像了吧,在李府四年,她一个声调的变化,我都知道她在想什么。 可惜了,如亲的妻子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品行。 因为夫人一定不喜欢心肠不好的儿媳妇,我转了转帮她抄书的手,语气冷淡,小姐说笑了,龙生九子都各有不同,我运气没有阿弟好,没能继承爹娘的长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她尴尬地笑了两声,一把夺过我的笔,别抄了,坐下来聊聊,这东西以后还是我自己抄吧, 才能寄进脑子里,进府四年,我从早间见到她起,到傍晚出府这五个时辰,哪怕是五时,她也从未让我坐过。 不过没关系,这四年,我访她的笔迹帮她做课业,也算偷了不少诗,一个诗书完全没读进脑子里的富家小姐,将来的丈夫,怕是如不了李家和她自己的愿了。 我这个人,一向既恩也既仇,该抱的,全都喜欢自己来,我以为李如只是看如亲掌的好意识兴起。 却没想到少女怀春的小丫头真的上了心,她竟然扮男装,偷偷跟着我回家。 被我发现了,直接晚上,我的胳膊说, 姐姐,我们认识这么久我都没去过你家,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吗?我还没开口拒绝,如亲先阴着脸出来了。 她看了看我们缠在一起的胳膊,皱着眉头道,男女七岁不同袭,这位公子,请你对我阿姐放尊重一点。 大小姐除了去京城那次,几时受过这种委屈,一下被她阴沉的脸唬住了,眼里包着泪,我,我是李家的小姐,才不是什么公子,你少吓唬人。 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跑了,她跑了,我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是了,我们已经是十三四岁的年纪了,如亲也不再是那个人事不通的小少爷。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着一居室里用帘子隔开的两张榻,盘算着这些年为她上京打点船的银子,肉痛了又肉痛,才咬着筷子开口道, 街头的李裁缝要回乡了,她的房子会空出来,不如我跟房东讲一讲,留给我们,你看怎么样,是啊,男女七岁不同席,尽管舍不得,也该租个两间屋的房子了。 如亲不解地看着我,阿姐不是说我以后要花很多钱,能省的地方都要省吗,那是换这间房子的时候跟她说的, 她刚读出成绩,我想着哪怕律法准她考试的资格,但有萧家的旧案在。 要打点的地方总归比别人多,便连对她的生活都小气了起来,只想着多攒点钱未雨绸缪。 但现在我们不小了,再过两年,她该一亲了,我这样的身份,好人家的姑娘会介意,是该注意分寸。 我笑着答道,刚刚不是你自己说的吗?男女七岁不同席,我今年十四岁,早该注意了,这些琐事不用你操心,阿姐会处理好的。 她沉默了好半天才道,也好,我们毕竟不是亲姐弟,我以为她伤心了,慌忙道,胡说什么,我们就是彼此唯一的亲人,你可答应过我,百年之后要让我入萧家祠堂的,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在流转。 繁星,不是亲的就不是亲的,你要记得,况且,谁说只有血缘至亲才能入祠堂,那一瞬,有什么东西重重敲击过心头。 例如,没被那天的事情吓退,依旧隐隐巴结着我,话里话外地谈道如亲,甚至跟李夫人说读死书会成书呆子,让我陪着她多出门,踏青,找灵感。 她难得这么上进,喜得李夫人又给我加了月钱,看在钱的份上,我带她把周边的绿水青山走了个遍,不过条条道都绕开如亲的学堂而已。 没过几天,她就耐不住地抱怨,你怎么这么死脑筋,都出门了,不知道转去你弟弟的学堂,看看她吗? 万一她偷懒,不是白费你的钱,我假装听不懂。 小姐多虑了,她平时念书都到半夜,我只有劝她多休息的分,从来不用担心她偷懒,例如被我一噎,顿了顿,忐忑问道,她那么喜欢书吗? 将来,该不会也想找个这么爱念书的吧? 我看着她脸上期待的神情,笃定地点点头,那当然,什么锅配什么盖,她取得人自然也要爱念书,才能琴似和鸣。 那,那你没想过那些爱读书的会瞧不起你这个姐姐吗? 他们眼睛可都长在头顶上,当心欺负你,这,我一时都接不上话,只能满脸写着你欺负我少了,的看着她。 她这才想起,一直以来是怎么对我的,略带心虚地嘟囔着,你别不信,你真找了那样的弟媳妇就知道,我偶尔教训教训你都是轻的,他们那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才戳人心窝子呢。 我正打算再敷衍她两句,背后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偶尔欺负欺负,一转头,如亲满脸寒意地盯着李如,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枣泥糕。 有些事就是这么凑巧,我们恰好站在了这家店门口,而这里恰好有我最爱吃的枣泥糕。 我接过她手里的糕点,掰开她快掐进掌心的指甲,她却恍然未觉,依旧直直盯着李如,重复道,请李小姐说说,什么叫偶尔欺负欺负,她双眼赤红的样子让我害怕极了。 大夫曾说过,她小时候的病症能转好,已是少见,日后千万别刺激她,我顾不上其他,只能半哄半骗地让她先跟我回家。 到了假,我试图给李如的话打补丁,你别想多了,千金小姐嘛,总有点脾气,偶尔会说我两句,不言重的,可如亲根本完全不听我说什么。 只是强硬地拉过我的胳膊,直接把袖子往上撸,那些或新或旧的痕迹,便再也遮不住了。 她望着那些疤,将我的手沽得生疼,我却一句也不敢出声,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情绪,我怕我一出声,她真的会提到处去砍人。 两久两久,久的天都从白变黑,她才放下我的衣袖,语气平静地说,把那份宫辞了吧,以后换我养阿姐,如亲几乎是把我困在家里的。 她趁我睡着的时候,去李家辞了宫,白日里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连学堂也不再去。 直到我急得拿夫人跟她指添发誓,答应她绝不会出门找差事,以后连李家五里之内都不会靠近,她才慢慢开始恢复读书的日常。 所以,等我知道她干了什么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板上钉钉。 彼时不仅是临峰镇,她成了整个县的少年才子,因为一篇妇,一篇她特地选在学子云集的酒楼做的妇。 那篇妇用词犀利,结构便利,通篇讲的都是一个妇家小姐对平民的恶毒和搓磨。 林峰镇才多大? 稍一打听就能琢磨出妇礼的小姐是谁,随着如亲才明远扬的,自然还有李如刻薄的名声。 她几乎是毁了李如的一辈子。 我有些怪她,这个惩罚于一个女子而言实在是太重太重,她却油闲不够道,她连油皮都没破一点,哪里算罚重了。 这世上所有伤害阿姐的,我百倍凤孩都还嫌少,我自不可能为了一个外人怪她太深,只能在家坐立难安地等着,等着李家会选哪种方式报复。 是农工商,若如亲只是个普通出身的才子,凭着才气,负商也没什么不能斗的。 可她不是,她身后有萧家旧案,这个案子一日不消,便永远都是悬在她头上的一把剑。 李家再不计也有万贯家财,真的下力气打听,无人帮我们遮掩,又有什么打听不到呢? 我在心里盘子了千百种的后果和应对方法,等来的却是李如出人意料的告别。 小姑娘一如初见我时那般高傲地说道,我要去外祖家了,可能很久都不会回来, 然后一缕袖子,萧凡兴,该还你的我都还了,下次再见,就该你们还我了。 她的胳膊上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抽痕。 我错愕地看着她,她仍旧自顾自地说道,我自己让嬷嬷打的,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这么疼, 我从小家里就是惩罚人的,以后不会了,说到最后,声音俨然带上了哭腔。 眼睛还不住地往屋子里瞟,娘在街口的马车里等我,你们不跟我告别吗? 我知道她想找谁,但我帮不了她,如亲不喜欢谁,就是不喜欢。 我难得地抱了抱她,这个跋扈的娇小姐,好像真的要长大了。 她在我肩上蹭了蹭眼泪,知道等不来想见的人了,发狠事地推开我道, 你让她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她后悔的。 我不知道是李如跟家里说了什么,还是李老爷忌惮如亲的名声, 李家竟没有明面上找我们麻烦,只是吩咐所有合作的商家都不能请我做事。 但如亲很快破了这个局,她似乎跟外面的书局达成了什么合作,我们再也不用操心生计,她怕我无聊,还给我找了份书局校对的活计。 这以后,如亲肉眼可见弟弟以前辛苦,除了繁重的课业,她还要定期交书稿给书局。 尽管如此,我没再提过另找活计帮她分担,我太了解她了,她宁愿吃这种苦,也好过担心我被人欺负。 更何况,她每月交给我的银钱,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做什么都够用了,我实在没必要再做些自我感动的事。 这种安宁的生活过了三年,直到三皇子苏明琛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 圣上抱病,已经成年的几个皇子斗得你死我活,这是哪怕身在小镇的我都知道的事。 苏明琛在几个皇子里条件不算差,但母家的实力比不上其他皇子,据说这一路她打着微服的幌子已经建了好几个富商,这次路过临峰镇,是为了李家。 李老爷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意识到自己还远远不够有钱,这几年一直在往外扩张。 这么机密的事,我自然不可能从大街上听见,是再次回到临峰镇的李如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的。 他说三皇子很亲切,问他爹家里有什么难事,他爹就跟三皇子唠叨了几句几年前的事,这不,三皇子马上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他还故作神秘地问我,樊兴,你知道是什么法子吗? 哎呀,我还是不告诉你了,毕竟萧如卿亲口说,才更有趣啊,话里话外听着,都不像什么好事。 如卿在三皇子的住处待了足足七天,回来的时候,少年仿佛一夜成人,连几辈都比从前弯了些。 他整个人瞧着疲惫极了,一见着我,几乎是倒在我怀里的,一句话没有,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煮了锅粥,温到第八回,他才睁开眼睛,我一勺一勺地喂,他一口一口地吃,吃完了,才缓缓开口。 他说,我跟李如要成亲了,聘礼就劳烦你准备了,原来这就是李如口中的那个办法。 三皇子,当真是聪明。 三年前的父并没有指名道姓,大多是猜测,如今让父的主人娶了他,人们自然会觉得是当初猜错了人。 这种误会还会成为一段佳话,给那首富添上些许起立色彩。 我轻轻应了一声好,转头收拾东西出了房间,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他挣扎地问,阿姐不问问为什么吗? 我愁愁了很久,才回到,他许了你什么东西,身后有自嘲的笑声,阿姐真了解我,三皇子许我高中之后大理四卿之位,这个价格,如期卖的,还算可以吧,再说下去不过屠于悲伤,我快不走了出去。 可悲伤不是你走得快就能甩掉的,李家久违的报复终于到了,不过几日,临峰镇到处都在传我不是如亲的亲姐姐,只是萧家的旧仆。 什么旧仆,怕不是给他通人事的吧,大户人家不都喜欢搞这一套吗?话是这么说,毕竟养了萧少爷那么多年,感情肯定不一般,李家那个小姐。 可怜喽,可怜什么?真不知道情况把他当大姑姐才可怜呢,长姐如母,一个孝字压下来的压一辈子,现在嘛,最多就是个妾,还不是随理小姐拿捏? 我想我该走了,这些做他姐姐的日子本就是我渐月了,但连走都成了我的奢望。 例如挽着他的胳膊,轻轻热热地走到我面前,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我跟如亲已经商量好了,你照顾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一定谈你做良妾。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你的。 说着还轻声抱了抱我,却在我耳边低语,当初若不是你,他怎么会那么对我? 萧凡兴,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我不理李如在说什么,我跟他本也没什么情分,我要确认的人,只有萧如亲。 你要,让我做妾,从来没回避过我眼神的人,此刻只是把头偏向一边说道,儒而大度,不会叫你吃亏的,权力真是个好东西,那个说着世上所有伤害我的都要百倍奉还的人就这么不见了。 我茫然地摇摇头,我不做妾,做妾入不了祠堂,这么多年情分,你放我走吧,没了他,我还有夫人,我还想死后魂魄能去夫人身边。 例如,仿佛听见什么惊世骇俗的事,一样啊了一声,让一个丫鬟入祠堂,简直闻所未闻,儒亲,就是为了萧家列祖列宗的颜面,我也要跟你说道两句,可不能这么做,这句话就像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头上,冻得我鼓缝声寒,萧如亲我可以让给他,但夫人,绝不可能。 这世上若有人阻挠我去夫人身边,就是倾其所有,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一错不错地望着萧如亲,不错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情,可他竟真的点头赞同了李如的话,以后内宅的规矩就是你做主了,你说不入就不入吧。 我冷笑了两声,二少爷,您贵人多妄事,夫人当年是放了我的急的,我要走。 还轮不到你兰,夜凉如水,我穿着单薄地被关进了柴房,李家有钱,给萧如亲换了一个体面的三进大宅子,也配齐了下人,他虽还没中举,日子也和从前的萧府不差什么了。 可他忘了,我是街头出生,在市井里混,三教九流,都是我的师父,若不是街口的瞎子说我命格不能干一点坏事,我大概靠偷鸡摸狗,也能养活自己。 区区一把锁,根本困不住我。 麻烦的是,府里如今不缺人手,前后门十二个时辰,都有人看着,逼不得已,我只能选了后院最偏僻矮小的一面墙,试着翻一翻。 黑灯下火的,再加上好日子过多了,哪怕是最矮的墙,我居然也摔了下去,不过还好,软软的,身下有个肉垫。 我赶紧起身道歉,黑夜里却传来那人的调侃,姑娘家里想必粮食很富裕吧,养得可真不错,凑近了看,那是个眉目温和的公子,虽然也俊老,却不似萧如亲般有古生人物尽的寒气。 萧家没出事前,我曾见过他,在老爷过大寿的时候,夫人让我给他们端过茶。 苏明称,年二十四,当今陛下第三子,想不到竟是这么平易近人。 他看着我的面色,也收起了调笑,当年好心的小丫头,你这是认出我了,那时老爷还是朝廷要员,脾气耿直,皇子也不卖面子,我去送茶,正赶上他下不来台。 便故意弄撒茶水解了他的围,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记得。 苏明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你肯定觉得我无聊吧,这么小的事现在还记得。 主要吧,当年我年纪小,母家又没衣仗,小丫头你给的那点善意,可是温暖了我很久,说着还对我眨了眨眼。 怎么样,要不要给我个机会抱抱恩,我就这么住进了苏明称的别院,没带一丝犹豫。 我说过的,我既恩也既仇,一个弱女子在这世道想找富贵人家的麻烦,只能依附他人。 而苏明称,根本是我以前接触不到的贵人,我自然要把握好机会。 苏明称是个谦谦君子,他只偶尔来看看我,询问我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但满府的下人看我的目光,还是不一样了。 里面隐隐带着羡慕和讨好,好像在说,我迟早会成为后宅的一部分。 我听见那些丫鬟私底下议论,说他在外面根本是个铁血作风,只有对着我才这么如沐春风,现在到处都在传,三皇子怕是要带个宠妾回京了。 这些话太离谱,我自然是不信的,直到萧如亲来找我。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甚至带着为我好的语气说着,阿姐,你真的要给他作妾吗? 你知道三皇妃是什么人吗? 进去了,你就是个死,我忍不住笑了。 反问他,那你又知道李如是个什么人吗? 二少爷。 都是想让我作妾,三皇子可比你金贵。 我说完,他整个眉头都皱在了一起,漆黑的眼睛里好似藏着千言万语。 莫了,也只留下一句,罢了,对着你,输得终究是我。 我从不知道,他这么会作戏,遭见完了我,还扮一副深情的样子,愤怒冲昏了我的头脑。 所以苏明称也急匆匆过来的时候,我一下失了分寸。 我问他,三殿下是当真想纳我吗?苏明称愣了愣,自嘲地弯了弯嘴角。 到底是肖公子厉害,我伏地做小这么多天你都装看不懂,他一击,你便不装傻了。 是,我想要你,我的皇妃出身名门,是父皇给我最大的赏赐。 但我是个人,我更想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 樊兴,你跟了我吧,我不会亏待你的,他把话说得这么白,我反而退缩了。 我带过大宅,知道妾是什么,那是群可怜的如扶平般的无家之人。 我太想有个家了,即便为了报复萧如钦和李如,我也不想舍弃这个愿望。 苏明称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拉过我的手保证着,你放心,我会请指立你为侧妃的,皇家同一般人家不一样,侧妃也能入玉碟,与我同葬,想后是供奉的。 死后,若去不了妇人身边,身旁有个人,大约也是能安心的吧。 我就这么跟着苏明称又回了京,他受李家之托。 还带上了要赶考的萧如钦和不放心要跟着的李如。 苏明称一脸为难地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善解仁义地同意了,人不在眼前,我怎么报复呢? 更何况,三皇子是做大事的人,太小夹子气,会让他不喜。 反倒是苏明称,过后一脸哀怨地看着我。 小繁星,我这样你都不发脾气,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笑笑不说,男人啊,就是要吊着才会上心,太快掏心掏肺,就是我从前那个下场。 从萧如钦为了我那么重伤,李如开始我就知道,她不知何时起,没有再把我当阿姐。 我惶恐过,怀疑自己配不配过,最后都在她日复一日的照顾和陪伴里化成了期待。 可男人就是男人,地位前途比女人要紧得多,苏明称的前途比萧如钦更广大,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既然李家对她有用,那我就等用过在秋后算账好了。 回了京,我又去街口找了算命瞎子,萧辅出事后我去找过她,她同我说,十八岁前我一定会回来,到时来找她,她能救我的命。 你看,萧辅真的出事了,我也真的在快满十八岁的时候回来了,那大概,我也真的需要她救命吧。 她依旧睁着双眼半瞎子,让人变不出她是不是真瞎,我走近,她也没有废话,直接地给我一个香囊说,这东西能保你平安,务必随身携带不要取下来。 苏明琛陪我一起来的,早听我说过瞎子的事,她有心想再问点什么,瞎子却直接摆摆手赶我们走。 谁知她陪我逛到首饰店,又冤家路窄地遇上了萧如钦和李如。 他们是来至办婚礼要用的东西的,李如看我的眼神依旧藏着挑衅,只是苏明琛在,她不敢太过分, 便指着自己的凤冠说,姐姐也是来看这个的吗? 三殿下真是疼您,然后话还没完,就捂住嘴假装,意识到说错了, 不过是在嘲笑我永远没资格穿戴凤冠侠配。 苏明琛沉下脸,一把拦住我,不劳李小姐费心了, 过几天册樊兴为侧妃的意志就要下来了, 织造处的婚服,可比这种地方好多了。 我惊喜地看着她,回京后我连三皇子府都没去过, 我以为她忌惮皇妃,起码要筹谋一段时间才能闹我。 她摸了摸我的头,笑得时心时意, 本来就是送你的惊喜,今日你亲手带大的弟弟也在, 都是自家人,我就趁机说了吧,弟弟两个字,咬得尤其重。 我文言转头看了看萧如亲,一如从前, 一受刺激她就爱把指甲掐进手心。 她直直地看着我,大约是想读我会不会心疼去掰开她的手, 只是这次即便掐出血,我也没有再动, 该帮她揉开手心的早就另有其人。 就这么僵持了好久,连苏名称都微微露出不满的时候, 她终于开口道, 既是阿姐亲手带大的,她成婚我,怎能不在? 殿下,不如那日就让我送她到宫门口吧, 她要来送我。 我一下没控制住声音高了起来, 谁要你送? 例如见我激动, 一下来了兴致,火上浇油道, 姐姐,我们也是想作为娘家人帮你撑个体面, 如亲若是,终举, 以后也是你的依仗啊。 殿下,您说,是吧? 这套说辞无懈可击, 听着真是太为我着想了, 连苏名称沉思了片刻都同意了, 她跟我说, 樊兴,你忍忍, 以萧如亲的才学, 她能做你一时助力, 让张家也会顾忌着点, 张家便是三皇妃的母家。 册封一指下来的那天, 萧如亲对着我黑着脸陪站了一天, 大招的规矩, 册封要我一个人去向皇后娘娘谢恩, 苏名称则是要一个人去陛下那里谢恩。 萧如亲一路跟在我轿子旁, 不发一言。 快到宫门口的时候, 她突然拉开窗帘低声对我说, 阿姐,你要平安出来, 若不然, 这座皇城到处都是珠门, 我便选一扇撞一撞, 到时候我们的魂魄总能相依, 她看着我的目光里在无回避和冷漠, 全是了然和同生共死的坚决。 我真傻, 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只有我单方面了解她, 她分明, 也一样了解我。 哪怕我从未把那个东西交给过她, 她也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其实, 夫人临走前色在我发包里的, 除了那个小金钉, 还有藏在金钉里的一张小纸条, 那纸条上有萧家旧案的来龙去脉 和证据收藏的地方。 当年所谓的贪腐, 根本一文钱也没进萧家, 是出出茅庐的三皇子 为了弥补母家事弱得弱点, 全数吞了那笔钱, 还栽在了萧家头上。 皇帝或许知道, 或许不知道, 但心爱之人的儿子, 总归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夫人教我读的书我没有白读, 史书之上明黄黄地写着, 自古皇家君臣大于父子, 等三皇子是大到皇帝也忌惮的时候, 那点微薄的父子之情, 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本打算好好公如亲中举, 在徐徐图谋合适的时机告诉他, 让他去揭发。 但苏明琛亲自来临风阵的时候, 我知道更好的机会到了, 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想不到早年的这个污点, 如今定是碰到难处, 怕别人顺带翻出这桩旧案。 他疑心如亲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却没想到, 那么多人, 夫人选择相信的, 是我这个无根无稽的黄毛小丫头。 我养如亲那么大, 他嘴角弯的弧度不一样, 我都知道他情绪起了怎样的变化, 他跟李如做的那些戏, 在我看来简直拙劣。 其实静下心想, 一想也就懂了, 萧家没人了, 他身边只剩下我, 苏明琛想拿捏他, 只能从我入手, 他从苏明琛住处出来的那天。 想必家里周围就布满了眼线, 要难我为妾, 让李如刁难我, 不过是想让苏明琛觉得我不重要, 他想让我置身其外, 自己犯险去查当年的真相。 至于李如, 这几年我心存愧疚, 一直都在打听他的情况, 他外阻雷霆手段, 早将他调教成了一个生意好手, 愿意帮忙, 除了那点少女心事, 更多的是不想李家过身地 被卷进夺嫡风波里。 但我不愿意, 不愿意做被他护起的厌阙, 夫人的声誉, 萧家的声誉, 那比什么都重要。 如亲定是宁可付出生命, 也想为萧家洗刷污名的, 我意识, 我想来苏家别院找我那次, 他便想通了我的坚持, 所以放任我用自己的办法 留在苏明琛身边。 苏明琛乐得见我跟如亲, 反目成仇靠近他, 他始终觉得留住我就能 掣肘住如亲, 更有甚者, 我猜他还在赌, 万一如亲什么都不知道, 他还能把罪名推给别人, 再利用把我绑在身边, 让恢复名誉的萧家为他所用。 而我也正可以利用他的这些图谋, 一步一步引诱他 让我见到想见的人。 他做人太多疑了, 不会想到夫人当年竟相信我这么一个 才来身边两年的人, 所以他以李家的名义给了如亲很多人, 只要如亲有告发的迹象, 这些人就会阻止, 但他现在却亲手送我去见了皇后, 真该感谢当年那些搜刮完萧家才肯离开的下人, 让他怕留证据给了别的中途, 才没一刀结果了我们。 我用力握了握握如亲的手, 我们彼此都懂, 于我们而言, 为了萧家, 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只要我们是在一起的, 生死都无惧。 步入昆宁宫的时候, 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这条路是我选的, 而我也没有把握它会通向何方。 那些证据我没打算交给皇帝, 皇后才是我的选择, 她的儿子跟苏明称斗了这么多年, 自然知道怎么利用那些东西, 才最有效, 最能打击敌人。 皇后娘娘拿到纸条的时候, 激动得眉眼里都是兴奋, 她看着我一连声地说, 好丫头, 真是个好丫头, 不枉萧夫人跟你主仆一场, 你真是个忠心的, 我稳住内心的忐忑, 四平八稳地给她磕了一个头, 肃穆道, 这份大礼, 奴婢送给娘娘, 奴婢只有一个请求, 求娘娘助萧家恢复清白, 她连连点头, 那是自然, 总要让世人知道萧家有多忠心, 多鞠躬尽瘁, 才能显出始作俑者的恶毒和狼心狗肺, 我输了一口气, 他们果然选了这种打法, 这样萧家的清明就铁定保住了, 一时间昆宁宫里的人进进出出地, 看着像是跟太子在通气, 没一会儿, 进来一个小太监在皇后耳边嘀咕了好久, 等他走了, 皇后才为难地看着我, 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怜悯, 小姑娘, 不是本宫不愿意帮你, 本宫想了想, 以陛下多疑的性格, 若这份东西由我直接递上去, 恐怕起不到你想要的效果, 那位内奸响递给了皇后很好的建议, 我静静地等着, 听她有什么高论, 其实比起本宫直接献上去, 你这个三皇子的侧妃带着这份东西, 直接死在了昆宁宫, 这样本朝的皇后, 皇子全都牵扯在内, 由大理寺卿发现, 真相公告天下, 是不是更有说服力? 是啊, 如此在皇帝心中谁都可能是凶手, 忌惮会让他一直查下去, 三思接手了, 日后想再压下去可就难了, 更何况, 我看了一眼皇后身边蠢蠢欲动的嬷嬷, 死不死的, 好像也由不得我做主, 其实何必呢? 为了萧府, 我愿意的。 嘴里心甜的血流出来的时候, 我又看了窗外的残阳一眼, 萧如钦, 你莫让我失望。 西北风大, 烟山光秃秃的山脚下, 有一处私塾, 神奇的是, 这私塾的院子里, 却绿水长流, 有花有草, 一个看不出瞎没瞎的老头, 正满院子追在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后面逗去。 例如哼哧哼哧地 从门口那条窄路走进来的时候, 老生常谈地抱怨着, 萧如钦, 你能不能修修门口那条路, 实在不行我出钱, 可不能摔着我干闺女干儿子, 两个小的一见了她, 全都奔过去抱住她, 然后迫不及待地冲上她身后的马车, 没办法。 谁让她每次都带一些稀奇古怪的玩具, 小孩子喜欢得紧, 如钦对着李如习惯了面无表情, 我赶紧迎了出来, 你这是又去西边了, 她夸张地抱了我一下, 点头道, 是啊, 新黄登基, 广开贸易, 以后我们跟西边的买卖会越来越多的, 虾子追不上两个跑得飞快的小兔崽子, 慢悠悠地晃过来道, 恐怕不只是买卖, 你这满身的桃花位, 怕是要有主了吧。 我仔细看了看李如的脸, 还真是红光满面, 早被生一场磨练的爽力, 异常的大姑娘难得羞涩问我, 哎, 这个假瞎子, 他准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这世上, 没有人比他更准了。 当年的那个锦囊里, 只放着一些散发着香粉味道的粉末, 里面混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写着死顿用。 那个纸条进宫前, 我留在了一心要跟我生死与共的傻男人手里, 那些药粉, 我当着皇后的面吞了下去, 索性如亲看懂了, 他没选择撞珠门, 他用我的死, 用那些证据换回了萧府的生育, 那些生育又让我免于解剖, 入土为安。 整整五日, 等得如亲行销鼓励, 不成人行的时候, 那个假瞎子才黑灯瞎火地摸进墓园, 让我还了养。 他说, 他是我父亲的挚友, 我家世代代劫, 代代活不过二十岁, 我更糟, 连十八岁都活不过, 所以他只能放我在大街上沾百家弃运。 但萧府却帮了我, 萧家有大功德, 我帮萧家还了清明, 又在世人眼里已死, 总算是解了这个皱结, 不会再往下遗传了。 如亲第一次听闻的时候, 皱着眉头说了句, 胡说八道, 却在出京远顿的时候, 威逼利诱, 带上了我这不正经的叔叔。 我知道, 他还是怕, 怕我哪天又有意外。 夕阳西下, 日光照着孩子们抓鸡做晚饭的身影, 我靠在如亲怀里看着, 问他, 孩子都生了两个了, 心地也登基了, 你真的不打算科考为官吗? 不后悔, 最终太子和苏明琛都输了, 是不险山不露水的五皇子登了大桶, 那是位于我们没有任何瓜葛的帝王, 萧家可以重新开始了。 如亲温柔地看着我, 不用了, 谁当皇帝官场, 都是一样的无聊, 远不及跟孩子们相处开心, 若有机缘, 我还想救几个跟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 就像你当年做的那样, 我闻了一声, 往他怀里缩得更深了, 不做就不做吧, 也不揭穿这个傻子是怕我假死的事败路有危险了。 反正有山有水有家人, 还有时不时来闹一闹的朋友, 这日子此生知足了。 夫人, 不, 娘, 您在天有灵, 该很满意我这个媳妇吧, 反正我脸皮厚, 我想您一定是带笑看着我们的。 我向您保证, 我根如亲, 此生此世, 永生永世, 定生死不离。